慢性肺人性心脏病是由肺组织,肺动脉血管或胸祸的慢性病变,引起肺组织结构的功能异常,产生肺血管阻力增加,肺动难压力增加,是用心扩张,肥大,奔或不败用心衰弦的心脏病,发病多的40岁以上。 1. 病因 1. 肢器官,肺疾病以慢致病把阻塞性肺气中,引起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最为多见,其次为肢器管哮喘和肢器管扩张。 2. 胸壳运动障碍性疾病,如严重的肾住后侧凸,脊椎结核,内风湿性关节炎等。 3. 肺血管疾病,少见,如果你性肉牙绒病类及肺动脉。 4. 其他原发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 2. 发病机制,先决条件是肺的功能和结构的不可逆性改变,发生反复的气道感染和低养血症,导致一系列的体验因子和肺血管的变化,使肺血管阻力增加,被动脉血管的结构重构,产生肺动脉高压。 1. 肺动脉高压的形成,1. 肺血管阻力增加的功能性因素缺氧,高碳酸血症和呼吸性酸中毒,使肺血管收缩,静卵。 2. 其中有XR,白散烯等活性叶子。 2. 肺血管阻力增加的解抗血因素主要原演是,以长期反复八作的脉脂及脂脂气管周围炎,可类以临近肺小动脉,引起血管炎。 3. 管壁增后,管腔狭窄或纤维化,甚至完成壁塞,使肺血管阻力增加,产生肺动脉高压。 2. 肺气重的加重,被泡内压增高,压迫肺泡毛细血管,也造成毛细血管管腔狭窄或壁塞。 3. 肺泡壁的破裂造成毛细血管往的回损,7. 肺毛细血管创建损。 超过7%时时则肺循环阻力增大,促使肺动脉高压的发生。 4. 肺血管收缩与肺血管的重构。 慢性缺氧是肺血管收缩,管壁粘力增高,直接刺激管壁增生。 3. 血容量增多和血液粘稠度增加。 慢性缺氧产生的激发性RBC增多,血粘度增加,血流阻力增加, 缺氧也可使全固酮增加,血脉猪瘤,进而是肺动脉加涉高。 2. 心脏病变和心力衰竭。 3. 其他重要器官的损害。 3. 临床表现。 1. 肺,新功能带长期,包括缓解期,主要是慢足肺的表现。 1. 症状,慢性咳嗽,咳痒,气粗,活动后可改心剂,呼吸困难,乏力和劳动耐力下降。 2. 体征,体检可有明显肺气肿症,听诊多有呼吸音渐弱。 3. 偶有感,湿性罗音,刺沉消失,新着音介肠因肺气肿而不易扣出。 3. 心阴遥远,但肺动脉半须,可有第二心阴抗静。 3. 提示有肺动脉高压,三肩半须出现收缩期杂音或减突像是心脏搏动。 4. 多提示,柳幼心是肥厚,扩张,部分病例因胸腔内压升高,影响静脉回流,可见仅静脉充盈,干扇阶级下缘明显的下移。 4. 肺,新功能是带长期。 4. 包括急性加重期,明显主要以呼吸衰竭为主,又或无心力衰竭,以呼吸衰竭急性呼吸道感染未常见诱因。 2. 心力衰竭以右心衰竭为主,也可出现心率失常。 4. 诊断,患者有慢肢,被体重,其他肺胸疾病或肺血管病院,因而引起肺动脉高压。 4. 右心是肥大或右心功能不全表现,并有心电图,X线表现,再参考,心电向量图,超声心动图,为阻碳血流图,为功能或其他检查。 4. 可以做出诊断,X线表现和ACG表现考生要牢记,非常重要的考点,多为论述大题和病例分析题。 5. 鉴别诊断,1. 冠状动脉中央硬化性心脏病,有变形的心脚痛,心肌梗死的病史或心电图表现。 6. 若有左心衰竭的发作时,原发性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史更有助鉴别。 7. 体检,X线及心电图检查,称左心是肥大为主的真相,可自鉴别。 8. 但当肺心病和病关心病时鉴别困难,常需综合分析。 2. 风湿性心脑膜病有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肌炎的病史。 4. 风心病三肩膜病变和肺心病,相对三肩膜关闭不全鉴别。 其他半膜如二肩膜,主动脉半肠有病变,X线,心电图,超生心动图有特殊表现。 3. 原发性心肌病稳病多为全心增大,无慢性呼吸道疾病史,无被动脉高压的X线表现等。 1. 急性加重期,1. 控制感染要积极有效,为很重要措施。 2. 可根据弹图片格兰亚瑟选用,敏感抗生素。 2. 通畅呼吸道,改善呼吸功能,纠正缺氧和二氧化碳株流。 3. 控制心力衰竭。 肺心病患者一般,在积极控制感染后,心力衰竭症状可有改善。 1. 逆尿剂流减少血溶量,减轻右心负荷,消除腹肿的作用。 原则上已选用作用轻,小剂量的逆尿剂,如氢氯腮前,安本叠定。 2. 正性激励要应用指针式。 A. 感染亦被控制,呼吸功能已改善,利尿剂不能得到良好的疗效而反复浮肿的心力衰竭患者。 B. 以右心衰竭为主要表现而无明显感染的患者。 C. 出现激性左心衰竭者,应用指针要牢记。 强心剂多用小剂量,愈为常规剂量,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 选作用快,排泄快滴药物,熟毒毛发带配,三血管扩张剂应用,可减轻心脏前后负荷,降低心肌养耗,增加心肌收缩。 4. 控制心率失常,在抗感染后,心率失常可缓解或消失,持续存在可选择药物。 5. 加强护理工作。 2. 缓解其原则上,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措施,目的是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去除诱发因素,减少或避免及性价重期的发生,希望逐渐使费,新功能得到部分或全部恢复,如长期养疗调整免疫功能等。 3. 营养疗法热量供应,至少为每日12.5KG每天克,其中碳水化合物不宜过高。 7. 并发症。 1. 肺性脑病由于呼吸功能衰竭所致缺氧,二氧化碳逐流,而引起精神障碍,神经系统症状的综合征,是肺心病死亡首要原因。 1. 2. 三减持痕及电解质紊乱,由于CO2和CO2逐流引发,类型多样。 3. 性率失常多表现,为防性性前收缩,急阵发性是上性心动过素,一紊乱,性防性心动过素,为最具特征性,也可有心防扑动和颤动。 4. 修课发生原因一感染中毒性修课,二是血性修课,多油上消化到出血引起。 3. 心源性修课,严重心力衰竭或心率失常组织。 5. 消化到出血。 6. 弥散性血管类凝血。 8. 防治。 主要是防治足以引起本病的肢气管、肺后肺血管等疾病。 1.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宣传,有效的戒烟药,提倡戒烟,可以有效预防或推迟疾病发生。 2. 积极防治员发病的诱发因素,如呼吸道感染,各种变应源,有害窃体的吸入,本产作业等的防护工作,和个人卫生的宣教。 3. 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和卫生宣教。 提高人群的卫生知识,普及体育健身活动,增强抗病能力。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3. 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和卫生成继续,不得有效率。 8. 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和卫生体育活动和卫生育活动和卫生育活动ウィスト。